阿絮 你这什么破电脑 怎么一卡一卡的 噓 老妈你 可能是中幻术了 眼前这位男子是一名幻术大师 这天 他正在网课上认真地回答问题 但他的网络似乎不太给力 然而那画面一转 我才知道 这个男人他 已经开始施展幻术了 因为头刻 他们FBI全网通缉 但即便如此 他仍然不忘施展幻术 从报纸中钻出 将天联圈偷走 下了紧波一脸茫然 可没想到 他最后还是被逮捕归案 但对于一个幻术大师来说 这小小的监狱根本就困不住他 只见他借助亮光 双手冰露 召唤出了他的影分身 在招募魁魁之下 逃之夭夭 然而觉得我以为这就是幻术的终极奥仪式 逃回到家里的他 却对着一面镜子 做出了一件内无数人大呼我操的事情 而且 再给我讲讲海默肖恩的故事吧 噓 老妈你知道吗 海默肖恩他 要来中国复仇了 海默作为一名天才外科医生 虽然患有ZB症 大家的空间感和洞杀力去超乎常人 特别是他那小兵变大兵的被动机囊 跟着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因此很多中国网友 不仅把名字和图像都改成了海默 还喜欢给他加红眼特效 再配上洗脑的BGM 别提多上头了 可就在最近 这件事不知怎么第一传到了海默本人耳中 于是 阿隽不努力学习没有前头的 老妈 如果努力有用 还要运气做什么 布拉德贝利是澳大利亚的一位短道速滑选手 2002年 他为了能和自己的偶像合章艺 便报名参加了沿湖城冬奥会 只有黄金水平的他 对于夺冠并没有抱什么期望 预赛一开始 他就被对手甩在身后 然而在即将到达重点的时候 由于对手犯规 他居然凭借运气成功进行了半决赛 在半决赛开始后 布拉德贝利同样被对手远远地甩开 结果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又有三位对手相机摔倒 就这样 只有黄金水平的布拉德 又一次拼借运气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行了总决赛 而这次决赛的其他四名选手 都是当时该项目的顶尖选手 实打实的王者水平 果不其然 布拉德缺取一个黄金 一开始就被甩下了好几个身位 毫不意外地排在了倒数第一 结果谁也没想到 在即将到达终点之时 其他四名选手 竟然呦呦呦呦 鬼指神差的全部抓到了一切 摔了个人羊马翻 这让布拉德一人 站着划过了终点 成功凭借一级运气 站在了世界冠军的舞台上 阿隽 我的世界菜鸟又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吧老妈 菜鸟你都不知道吗 正所谓MC乱不乱 菜鸟说的算 斗技眼高腰裤 衣服开上去就不太聪明的菜鸟 在僵尸卫生时被队友嫌弃 没有人愿意跟他组队 面对涌现而来的僵尸 面对抛弃自己的队友 菜鸟吃起来同样被众人嫌弃的咸鱼 从此菜鸟不再是菜鸟 咸鱼也不再是咸鱼 MC乱两个垃圾到极致的东西 组合到一起成了无敌的存在 他简单粗暴 一咸鱼轻松拍照的实力303 他壮情容易 在人类与怪物大战时 用身体为史蒂夫挡下了致命一击 他还用鸡蛋和雪球 打破了天岸君主 No拯救了世界 至于菜鸟他为什么这么强 阿隽我曾一度怀疑 他是创世神